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有留意房地产的话呢 那你一定知道 中国最大的房产企业之一 碧桂园 那你知道吗 正当碧桂园在马来西亚 如果州 伊斯干达区域的森林城市项目 在国际新闻那边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呢 现在竟然来了个峰回路转 因为呢 我国手下就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就是会把这个森林城市列为金融特区 那你又知不知道 碧桂园在吉隆坡的北部呢 它也是有一个80英美大的综合性发展 而它的第一期呢 就在今年的2月可以如期交楼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ly 今天带你来看罗啦 对的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碧桂园 在吉隆坡的开发 就是KL Lake City 那这个项目呢 是联合我们本地著名开发商 Perdana Park City联手打造的 现在呢 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在这里可以看见第一期已经建好 那第二期呢 是我们的Block B 它还在建筑当中 那今天如果你是生活在吉隆坡的小家庭 又或是你是想要在距离市中心15分钟里面 可以到达的 就入手自己房地产的年轻人呢 今天的视频你可以留手下去哦 So 来排啦 每一次看项目呢 我们都先看地点 项目地点它就位于甲洞 而甲洞附近的生活设施呢 都很齐全 一个典型的华人城镇 位于吉隆坡西北部 距离市中心只有10公里 那从这里出发到KLCC 是10公里 Desa Park City 10公里 Monkara 曼加勒 9公里 项目周边生活设施齐全 甲洞本身已经有很多的道地美食 还有本地学校 就好像中华读中也只是一个5公里的距离 还有甲洞滑小 二校 三校 距离都是6到8公里里面 非常方便 要想读国际学校的话 可以到附近的 满加勒和Desa Park City的也很方便 交通方面四通八达 项目出来就是Jalan Kuching大陆 还有Jalan Gepong 最靠近的大道有MR2和Duke Highway 还有地铁MRT二号线也会开到甲洞区 最靠近的就是Sri Delima MRT站 好了 那我们直接来看巴软这个项目 这里呢我们总共有三栋 就是A B C三栋 每栋都是采用风车设计的 就可以看见 从每个单位看出来 它都是无遮打的景观 那在这里 A栋和B栋 每一层是七个单位 在C栋每一层是有14个单位 总共单位是1077个单位 而管理费也非常的连异 每平方些是3.8公里而已 那在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 开发商说明了这是 Pat Friendly的Condor 就是说你是可以养宠物的 那你的毛孩在这里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出入了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项目发展 第一期的Aradia已经建好准备2024年2月交楼 第二期的Baron在发售当中 占地80英亩的项目有60英亩就是湖泊 混合型的开发,概念就是Hobska 就是包括酒店、办公室、公园、购物中心、连通信还有公寓 目的是提供现代家庭理想的现代生活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九个阶段的开发都是围绕着湖而建 现代生活也不忘注重大自然的生态还有环境 来,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公寓的设施 在这里我们有超过40种的公寓设施 那我们的公寓设施就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区域 因为是有不一样的功能性的 那在这一区我们有小孩的户外游乐场、花园 那在中间这里呢,我们就是有这个很大的游泳池 还有这个小孩的游泳池 那在这一区呢,就是这个篮球场 那还有呢,就是这一边就是我们的香料公园 Hobska的 这个项目呢,开发商做的保安系统做得非常好 总共就是有八成的这个保安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刷脸系统 就是如果你没有带卡的话呢 你的脸就是那张卡了 来 OK 那你上电梯呢,也是一样刷脸的 而单位户型最小的有547平方尺 一房 671平方尺 两房 872平方尺 三房 1129平方尺 三房 还有最大的1625平方尺 四房 那价钱是多少呢? 请留守到我的视频的尾端 我们先去看示范单位 Let's go Hello 来,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 这个山坡最大户型的 这个户型呢,是1625平方尺的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做一个 双钥匙的设计 那就好像在这一边 可以进去一个studio 那在这边进去呢 就是一个三房两玉的户型单位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个studio 那从房门一进来这里呢 就是个步入室的衣橱 我给我做 另外一边呢,就是我们的浴室 再进来这一边呢 就是你的卧床位置了 采光非常的好 因为这个窗户呢 是跟你的客厅同样的朝向的 所以都是无证的景观 这个房间呢,在这个收纳方面呢 也做了非常好的设计 就在你的窗旁边这一边 可以有收纳的这个地方 而在这一边也是你这个收纳的地方 浴室呢,也是明亮的 因为它有窗户在这里 那另外一边呢,我们进来 哇,一打开门呢 就会被这边的豪气吸引到了 因为呢,它就是这种开放式的设计 所以一进来呢,就是一个子 夸 那在这里呢,你看 就好像这个吃饭呢 会有摆放跟这么长心的沙发 你的家可以做派对 来十多个人呢,可以一起做 那在这里的客厅呢,走出去这一边 也是有它的阳台 这个就是你享受户外的时间啦 OK 在客厅的另外一边呢,我们可以看见 这一个非常豪华设计的餐桌 而餐桌旁边的这一幅墙呢,也可以做一些摆设 而在这一边呢,我们可以看见了 你的餐桌看出去也是有这个窗户的 如果你是向南向北的话,我们叫做南北通透 有两边的风景可以看 这个餐桌的旁边这一边就是我们的干厨房的位置了 这个位置也是设计的非常好 这一边有很多的收纳空间 然后可以放在这个双门的冰厨 那再进来这一边呢,也是这个玻璃门 就是partition up的这一个wet kitchen 那把这个玻璃门关起来的呢 把这个玻璃门再打开 那我相信呢,在这里煎煮爆炒 所有的纽约呢,都可以往外跑 麻烦一天的生活过后呢 在这边就是我们七夕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有个房间 可以放双人床呢 也是可以放书桌啊,衣橱等等的 位置非常的宽敞 那再过来这一边呢,我们有个共用的浴室 还有呢,他把这个洗脸盘呢,就是放在外面 那家人呢,有些人在冲凉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还可以在这里洗脸刷牙 OK好,进来这个房间呢也是蛮宽敞的 就粉粉的女孩房 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设计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进来主人房咯 OK,进来主人房这里呢 首先我们的这个主人浴室也坐得非常的宽 就它的领域空间呢,就比较大的 而且呢,只有窗口在那一边 那再进来这一边,我们的卧床位置呢也是非常的大 就可以看见,放了king size的床过后呢 也是还有很多的空间走动 那在这个的前面这一边呢 我们这一个一排式的哦 一排式的这个厨 看你自己本身,你要放电视啊 还是放书本 还是要做你的化妆间都可以 OK,好了,那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户型 是三房两玉的户型 那这个呢,是1129平方式的 首先一进来这一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厨房 它跟刚刚的那个一样呢 就是有玻璃门的这个隔开的主功能 OK,主功能就有三截门的 那在这里呢,也是可以很舒服的煮草 而且呢,它的收纳空间也是蛮足够的 对,在这边呢也是有这个小门啦 那可以走出去做你的这个衣物的处理 啊,在这边呢也是一个 有非常感兴趣感的这个餐桌啦 而且呢,前方这个位置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客厅 就有差不多是12尺的空间 这个客厅 所以呢,这个看电视的距离呢 也是非常的好 那同样呢,在这边呢 也是有整片玻璃门的设计 就是三门开的 那在这边走出去呢 就是你的阳台了 好,那在另外一边呢 也是我们的房间啦 而这个房间呢 就三个房间都可以放双冷床的 好了,这边呢 是我们的共用的浴室 而这边呢,两个房间呢 都可以放双冷床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房间 哇,这个设计呢 就设计的非常像酒店的套嘛 非常的漂亮 很舒服 OK,那么舒服的床 前面还有这个电视机 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 就是让你的孩子的房间有电视机 大家可以留言给我听一下 OK,那在这边呢 就是小孩房啦 那在这里呢 也是很红金满满的这个房间啦 很可爱 那在另外一边呢 这个房间我特别的喜欢这个设计 因为呢,它就是好像很沉稳低调的那一种 很像酒店式的那种舒适感 对了,大家可以看见了它的灯光 非常漂亮 中间这边放了这个Kinside双冷床呢 这边还有走动的空间 大家可以放个小沙发在这里 然后呢,在那边看工艺景 这个地方放美的电视 然后这边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收纳空间 也是做得很好 那这边衣橱 你可以延伸更大一点 也可以 这样的衣橱 那在这边就是我们的主人房浴室啦 好啦,刚刚我们看了这个 项目的固形设计 非常地舒适,对吗 而且呢,它的地点呢 也非常地适中 就是非常靠近Ginopo市中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价钱 在这里呢 我们如果说是一房或者是两房的话呢 我们的价钱是从310元 开始的 那如果是三房或以上的呢 它的价钱就是 马币570千开始 就可以拥有了 如果是350千的话呢 我们的年轻人 月工大概就是 马币2千以下 就可以拥有自己的房产 那如果是小家庭的话呢 570千 月工大约就是 马币2千多 也是可以拥有一个 自己温暖的家 在这个项目呢 它具有完整的社区功能 理想的7C模式 住户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和活动 短距离可以轻松到达各个目的地 省时省力去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品质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 壁龟园的项目 那如果你想要过来这里参观 这个非常漂亮的示范单位的话 欢迎点到我的这个电话号码 还有呢 也是可以通过我们 去了解开发商最新的配套 因为呢 每一段时间它都会有不一样的配套 所以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以获取开发商的单位和价钱哦 那来到这里呢 就是希望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就下一集见了 拜拜